男子蹲坐路边等待警车救援 最后竟然恩将仇报队 来帮他的警察开枪 这是发生在去年10月份的 警匪捕火案 当下云林台西分局的警员 林于宏负伤回击连空八枪 保护同在任务中的派出所所长 不料最近却爆出 林于宏去年考基被所长打一等 去年的新北的工奖 是有八十几支加奖 那这样算是如何 这样子算是非常非常好 说他考基被打一等 第一个时间我也是很不能自信 云林县警察局长说 当下听到基警于歹徒拨火 因公受伤的警察 考基仅有一等很不能接受 他说去年林于宏 从新店分局调到台西分局 这份一等考基经历三个关卡 从桥头派出所出评就是一等 后来送到台西警分局 经过一番讨论还是维持一等 最后送往云林县警局 警察局长不会言 从加奖数量以及请假次数来看 林于宏确实有机会是假等成绩 由于去年底考评时 现在的警察局长李建民 还没调来没有参与 但林于宏目前仍属于 西罗分局的议员 只是被调到了保六支援 警察局长说后续会协助他寻求 深处救济 三地新闻 廖宜德 云林报导 一个较高兴 我去年底下 一年底座 抹行